在医院白可戴着墨镜与口罩捂着肚子走了出来 从他这个样子我不难猜出他是来做人流的 白可看到我 时有短暂的错愕随后瞪着我说 你要是敢报出去我就去网上说孩子是你的 作为一个演员我肯定不会乱叫舌根 可隔天回到剧组时 微博热搜上就挂着白可从医院走出来的照片 从那天开始白可彻底缠上我了 他说我毁了他所以要将我这个心境流量 也成为人人唾弃的胡咔 微博热搜上白可的照片让我很担忧 人都是自私的所以我最担忧的是我们的新剧 关键他客串了一个重要角色还演唱了欧死 所以我很怕会影响到我们这部剧的播出 删掉他的戏份还好 要是把整部剧封了那还得了 然后我担心的是白可会不会以为是我爆料的照片 然后在网上说孩子是我的 他可是有名的胡咔跟他沾上点关系 我怕我自己的名气也受到影响 最后我才稍微微白可担心因为他本就名声不好 如今肯定又要被网友骂了 我胡思乱想地回到片场搭戏的木子嫣已经到了 如往常那样他为我准备了一杯咖啡 他像是清纯的小白花初恋脸清纯又温婉 演技好形象也不错 是多数导演青睐的对象 但是不知道为啥 他一直深陷人红细不红的泥潭之中 我也喜欢他而且从他每天给我带咖啡来看 他应该也喜欢我吧 沈欣你看到了吧 微博热搜上白可的照片 他真的去医院做人流了吗 木子嫣拉了拉我的袖子凑近我小声问 我几乎能够感觉到他的唇瓣就要碰到我耳朵了 那温热的气息也让我本能的脸红心跳 应该不是吧应该是压力太大了 咱都知道娱乐圈的工作总是很繁忙 到处赶通告简直累死人 我不想对木子嫣说谎 可却也不想背后议论别人 木子嫣没听到想要听到的答案 似乎有点不高兴 他嘟着嘴眼巴巴地看着我 像是看透了我在说谎一样 的确有人常去医院做那种手术 蛋白可去是为什么 我真不知道他又不是跟我一起去的 我说的是实话 这种事情我从不会去打听 我觉得我只要演好我自己的戏就好了 木子嫣不再勉强我笑了笑说 其实大家都是圈内人 我当然希望他好 但我听说那种手术后 身体很虚弱是要补身体的 他取出一盒高档燕窝诺就是这种 但我和白可没什么交情 我不太好意思给他 他冲我眨眨眼 沈星不如你给他吧 我回头看去片场角落里 白可正独自躺在沙发上睡觉 他好像除了身体上难受其余 没有一点影响 还是睡得如此心安理得 都是同行帮帮他也挺不错 我拿起燕窝走到了白可身旁坐下 就在我想着如何开口时 却是听到了抽气声 他在哭几乎全圈都怕得胡咔会哭嘛 白可感觉到有人坐下了 连忙擦了擦眼泪 随后抬头看过来 他看到是我后目光中透着恨意 可张了张嘴却没能说出什么 完了他肯定怀疑是我爆料的照片 毕竟当时只有我看到了 甚至还认出了他 他的泪水湿润了眼眸精致的妆容 有些花了 让素颜的他有着令人心疼的脆弱美感 这个给你 我将燕窝递递他并且说微博上的照片 真的跟我没关系 我从来不干这种缺德事 白可接过燕窝 仔细看后面色更加苍白 凄惨意笑脆弱感更足 可白可很快就笑得癫狂拔高了嗓音怒斥 沈欣现在知道心疼我了 找你干什么去了 知道心疼我 你就别让我怀孕呀 刹那间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我们身上 他们神情都很复杂 很多人都憋着笑 而且已经有人兴奋地拿出手机拍摄了完了 我知道很快各大八卦论坛 在下一秒便都是我和白可的绯闻了 你你瞎说什么 我仗红了脸小声说 白可我没得罪你吧 照片也不是我爆料的 我好心关心你 可你为什么害我 跟我扯上关系就是害了你对吗 白可讥讽地笑了 我解释到我不是那个意思 可你说孩子是我的兴致就变了 沈欣你毁了我 所以我也要毁了你 把你这个心境流量也拉下你找 让你跟我一样发烂发臭白 可有些疯狂地说 我手足无措 因为我从未有过如此经历 从出道以来一直在兢兢业业拍戏 甚至连绯闻都没有传过 如今要被白可群毁了 我逃回了自己的位置 赶紧联系我的经纪人 让他赶紧过来 而片场的其他人 已经热火朝天地讨论起来了 慕子嫣忽然拉住我的手 他的手微微凉 眼眸水润地盯着我说 别怕沈欣 别人不信你我信你 被慕子嫣牵着手 我心情缓和了片刻 可我最后还是叹了一口气 你信我又有什么用 别人肯定不信 我的演艺生涯算是彻底毁了 就在这时 我的经纪人急匆匆赶来 怒喝道沈欣怎么回事 为什么热搜第一 是你有个孩子 我只能将前因后果告诉了他 经纪人非常愤怒 冲上去就要去和白可理论 我急忙拉住他 他要是真打了白可 那我就更加无法洗白了 哎 我都跟你说了 别跟白可扯上关系 你看你好不容易 积攒起来的人气全没了 早上因为上一部剧大报 下午就要糊了 网友都说 你办了流量一日体验卡 我跟着叹气 姐 那我现在该怎么 慕子嫣马上就对我笑着说 可如果我帮你辟谣 并且说我们在一起了 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 我们在一起 我心跳加速 经纪人脸上也一洗 这的确是个不错的办法 慕子嫣青春翘脸一红 称怪我一眼 别想美事 我说的是 假装在一起 我可是为了帮你 要背负恋爱绯闻的风险了呢 感动激动 心花怒放 我感觉果然患难 才能见真情 很快我打开了微博 里面已经在讨论 我和白可的绯闻了 而且说得不堪入目 还有一段视频 点击率已经超过千万 正是白可怒斥我 怎么让她怀孕了的视频 很多人都按戳戳地说白 可是烂货 还说我其实是上了公交车 而白可也不反驳 她从来都是这样 从来不会反驳别人的诋毁 所以别人就会觉得 那些脏得烂的事情 的的确确发生在她身上了 当然也有人骂我 看起来是个青春小男生 实际上是一个心机大四郎 把人家女孩子搞怀孕了 还眉眉隐身了 这时候木子烟牵起我的手 食指相扣抬起来 放在我们之间 然后把脸贴在我脸上 用手机自拍 我感觉这一刻 心脏都停止跳动了 片场的工作人员 也都发出了启哄声 我莫名地看向了白可 却只看到一双 满是讥讽的眼睛 不知道为什么 我害怕她这种目光 或者说是愧疚 就像是这是对不起她一样 我和木子烟的合照 出现在微博上后 微博又炸了 木子烟编辑了文本 我和沈欣早就在一起了 她和白可没关系 视频其实经过恶意剪辑 刚才白可在片场 就是对台词而已 大家不要造谣 而且白可去医院 是因为身体不适 不是做人流 木子烟是谁 她凭什么和我男神在一起 木子烟就是那个长相甜美 一直没啥热度的女演员吗 前面的还你男神呢 我看这个男的 肯定脚踏两只船了 你胡说我男生人品可好了 她一向很尊重女性的 网上讨论的热火朝天 我也懒得看了 毕竟木子烟算是保住我名声了 木子烟用肩膀撞了我一下说 那 沈欣我们既然假装情侣 那以后你就叫我子烟 我就叫你阿欣怎么样 嗯 听你的 我点点头 其实很想问她 可不可以不假装 但我非常害怕 木子烟拒绝我那以后 连合作的机会都没有了 收工已经是晚上十点半了 我提出要送木子烟 但她却坐上了别人的保姆车 那是个很高很帅 而且穿着时尚的男生 她叫李萧飞 是个知名网红 直播带货很厉害 人气也高人又帅 所以很受追捧 但木子烟说 李萧飞是她的合作伙伴 她要去她家一起直播 带货我信了 一个人向酒店 走脑子里面想的 都是白天与木子烟 食指相扣那一幕 如果能那样牵着手 一起压压马路 可就太好了 然后我脑海中 就又浮现出白可的身影 其实她也很美的 但却美得不符合这个圈子 尤其是她那双眼睛 即便面无表情时 也像是在勾引人一样 之前有一个导演来过片场 她一眼就看中了白可 她说这叫天生魅骨下一部戏 想让她出演狐妖 白可最开始是以歌手出道的 但是她的大部分人气都是 因为她的美貌堆积起来的 于是就有人眼红 看不惯了 从那时候起 网上骂她的帖子 就络绎不绝 就如王小波书里的那句名言 我是寡妇 我好看 我白 我会打扮 不是破鞋 也是破鞋 胡思乱想间 忽然有一个男人跑了出来 你就是那个著名演员沈星吧 我女儿特别喜欢你 你能过来跟她和张颖吗 我心里很高兴 没想到竟然还能碰到粉丝 我点点头 跟着她走进了 旁边的修车车间里面 可我刚进去 便看到前面有几个人影 等我想要回头的时候 发现后面也出现了几个人影 前后夹击 而我被困在其中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沈星了 我不是啊 我抢装镇定不慌不忙的摇头 难道是黑粉看不下去来赌我 可是我好像也没干什么缺德的事啊 一个身高足有一米九 戴着墨镜看上去 得有三十多岁的男人走上前 讥讽一笑不愧是演员啊 说慌就像土台一样简单 说完他一拳就挥了过来 我都没反应 就感觉自己向后倒去 倒地后 我被打得头晕目眩 而且才后知后觉地 感觉到脸上的疼痛 我感觉牙齿都被打松了一样 疼得惨叫连连 敢欺负我家一人以后 天天揍你 那男人大骂一声 接着我就被围攻了 以前我看过别人被围攻 就是一个人倒地 被人围成一圈 打我本能的蜷缩身体 护住了头 他们一拳拳打在我身上 还会不断踢我护着头的手臂 就你这种二流演员 也敢欺负我家一人 你不是演技好吗 你不是有机会 拿最佳新人奖吗 打残了你 让你失去一切 你们演技好的 是不是都瞧不起胡咔 那就打残你 让你跟我们一样烂 我听着他们的咒骂声 忽然就响起白壳了 因为他今天就对我 说过类似的话 沈星你毁了我 所以我也要毁了你 把你这个心境流量 也拉下你找 让你跟我一样发烂发臭 我几乎可以确定 是白壳找人打的我了 干什么呢 再不住手我报警了 忽然间李萧飞的声音响起 然后我听到了 沐子燕担忧的声音 阿兴你没事吧 那些人停手了 我看到沐子燕跑过来 他将我扶起来 满脸焦急地问 阿兴你怎么样啊 我我没 我话没说完 便看到那个男人 忽然抓住了沐子燕的手腕 将他给拉了过去 优和小明星还挺漂亮 兄弟们你们继续打我去 拍点好料 沐子燕被他向黑暗处 托去别动他 我怒吼着想冲过去 可却立刻被暗倒在地 那边的李萧飞也冲了过来 他身强体壮 可是也挡不住这么多人 我们一起被围殴 而车间的深处 是衣服撕裂的声音 以及沐子燕哭着求饶的声音 最后是凄厉的尖叫 以及快门的声音完了 这一晚就如噩梦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打晕了 醒来的时候 人已经在医院的病床上了 在我隔壁病床上 是脸上贴着纱布的李萧飞 沐子燕呢 我忙问 李萧飞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眼里蓄满了泪水 他 他被那个人 他似乎没有勇气说下去了 我也没有勇气听下去了 最不能让人接受的事情发生了 病房内 我的经纪人 在除此之外 还有一男一女 那女人看上去 应该是沐子燕的经纪人 我们有过一面之缘 女人对我说 沈欣先生 我希望你把今晚的事情忘掉 而且一定不能报警 否则子燕的演艺生涯就毁了 我点头 我深知道名声 对一个女演员的重要 可是那些人 就放过他们骂我问 沐子燕的经纪人 抿着嘴 没能说出话 那些人拍了子燕的裸照 扬言报警了 就把这些照片发到网上去 你知道的 这对一个女演员 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我忍不住握紧了拳头 嘎奔作响的声音 逐渐吞噬了我的理智 沐子燕的律师 推了下近况说 那些人我会处理 总之你们不要去报警 也请不要将今晚的事情 说出去 我的经纪人也劝我 阿兴这件事情 公司能处理 你就不要操心了 我看着他们勉强点点头 我身上瘀青很多 却也没有伤到要害 所以休息了一晚后 我便回了片场 到片场门口时 我看到白可靠在一辆保姆车边上 正玩着手机 而他对面就是昨晚打了我 又强迫了沐子燕的男人 他们正在有说有笑 那压抑许久的怒火 喷涌而出 我迈不走了过去 白可见我气势汹汹走来 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轻蔑地看了我一眼 怕 我抡起手臂 抽在了白可的脸上 从进入演艺圈以来 我没和人动过手 更何况是打女艺人 但只要想到沐子燕所经历的 我的怒火就压制不住 白可被我打傻了 手中的手机都掉了 就那样愣愣地看着我 眼中没有愤怒 只有疑惑 小子 连我偶像都敢打 那男人一拳挥过来 这一次我早有反应 躲过了他的拳头 然后用力一推 那男人瞬间失去平衡 摔倒在地 我当即跳了起来 坐在那个男人身上 用拳头砸了下去 硬到我的拳头砸在他脸上时 关节疼了一下 我暗暗吃痛 但还是用尽全力 挥下了下一拳 不同的是 我只是手疼 而那个男人已经昏厥过去了 片场的安保人员 也在几秒钟后冲了过来 那男人被送去了医院 我和白可被叫去了导演的休息室 导演皱着眉 我的经纪人急得直跺脚 导演 您看沈星可是有望冲击最佳新人讲的 这事是不是压一下 要是沈星出事 这部戏就播不了了 经纪人陪着笑脸问 导演说 我想压 可被打得报警了 咱们剧组要是拿不出个说法 那就会影响到沈星 尤其是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真给同网上去 谁担待得起 经纪人说 要什么说法 赔钱行不行 这个钱我出我都认了 导演叹气 人家现在就问 为什么沈星要打他 你们家沈星一问一个不支声 你让我怎么办 经纪人无奈地看向我说 然后又陷入沉默 他自然也知道我为什么不说 如果说了 那么木子嫣被强迫的事情 可就露现了 那些肮脏的照片 也要传到网上去了 看着我跟经纪人都沉默了 导演气得直跺脚 白可忽然发了一个白眼说 那个人骚扰我 被沈星看到了 所以才帮我解围 这说不通 沈星明明先打的你 这很多工作人员都看到了 导演说着 忽然看着我问 不是沈星 你没事打人家 白可干什么 我还是不吭声 就低着头 白可有些不耐烦地摆了摆手说 我和沈星在谈恋爱 他以为我和那个男的有什么 吃醋打了我 然后我告诉他 是那个男人骚扰我 才有了后面的事情 这不就说得通了 导演忍不住质问 可是 你昨天不是跟木子嫣官宣了吗 怎么又跟白可谈起恋爱了 白可依旧不耐烦 因为他脚踏两只船呗 我和经纪人对视了一眼 都摇摇头 不行 这样发展 我真的要成渣男了 不仅脚踏两只船 我还家暴 这船出去 踪踪最当风沙啊 最后 经过深思熟虑 还是决定在网上的说法 是在拍戏 后续的戏里 会有着一段这样的剧情 这件事情 像是完美解决了 但实际上 却是有副作用的 白可戏分越多 那后续他崩了的话 这部剧还是要没 导演不经愁眉苦脸地求着我们 不要再惹事了 离开休息室的路上 白可忽然拉着我 向化妆奸走 我问他要干什么 他说如果我不跟他走 他就去报警 就说我是主动挑衅 打了他和那男的 这样一来 那我就要被封杀了 我无奈 只能跟了过去 化妆间里有一张沙发 白可坐在上面 便拿出一支电子烟 他穿着很贴身的礼服 显得身材特别好 本就媚骨天成的眼眸 在雾气缭绕间 撩人至极 我明明厌恶他 甚至是恨他 但却依旧会为他着迷 妖精 我心里面想着 坐在了沙发上 可谁知道 白可竟然一转身 就轻飘飘坐在了我腿上 他右手搭着我肩膀 左手拿着电子烟 笑容古怪地看着我 然后冲我脸上吐雾气 我被他搞得坐立不安 想要推开他 可他却说 我刚被你打了一巴掌 需要安慰 你为什么带我来着 我只能转移话题 并且努力将视线放平 克制自己不去看白可的领口 你为什么打那的男的 白可问 文言 我无比诧异 那个男人 是他找来在昨晚打了我的 并且强迫了木子烟 他竟然还问 你好像很意外 我会问出这个问题 你该不会是觉得 我应该知道 你为什么打他吧 我也差点忘了 你为什么打我 回答我 否则我去报警 白可凶巴巴地问 可他凶巴巴时 竟然也是妖娆的 他可真是妖精 不过我隐约感觉到 他好像真的不知情 那个男人 你不认识 我反问 白可吐出一口烟雾 他叫大豪 就是圈内有名的狗仔 很多人都认识他 但我跟他没交集 那他找你干嘛 他今天忽然来找我说 想要我给他签个名 所以 昨天晚上不是你找他赌的我 我又问 白可愣了一下 随后眯着眼睛说 我为什么要找人赌你 你不是怀疑 那照片是我爆料的吗 我问 白可瞪了我一眼 昨天中午收工 我找我朋友 帮我查了一下 发照片的IP 是一个女号 叫什么紫定能红 那个女号的头像 是一个女生的笑脸 你可别跟我说 你有这个怪皮啊 我愣住了 白可继续说 所以沈星 我根本就没必要 找人打你 我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骗我 我皱眉 白可干脆拿出手机 给我看了手机 果然就如他说的那样 是个叫紫定能红的 女号发送的照片 上面写了时间 是一天前的凌晨 白可又带着讥讽说 我知道 在你们这些 心境流量眼里 我就是个胡咖 可我只是没有人气 并不代表 我就是个作恶多端的人吧 可你怀 我话没能说出口 因为我知道这很伤人 白可面色果然冷了下去 然后抓住我的手 咬在了我的右手上 我疼得倒吸冷气 却也没说什么 因为我不该说那话 从小我父母就教育我 说话也要三思而行 白可咬过我后 便从我身上离开 你还挺关心我的 还知道给我带补品 谢谢了他说这话的时候 难得有些扭念 看来 他不擅长道谢 我摇摇头 补品 是木子嫣带来的 但他和你没什么交集 所以就让我给你送去了 白可愣了一下 随后皱眉 照片是半夜发的 也就是说 圈内人要知道这事情 一定会是早上 可木子嫣 为什么提前带了 和补品给我 除非 除非 木子嫣早就知道 白可从医院出来的事情 大胆地推测 那照片就是木子嫣发的 子定能红 子定能红 肯定是他 白可咬牙 我摇头 这也未必 也许补品是他自己用的 也不一定 而且也有可能是他的粉丝啊 反正我不信 木子嫣会是这种人 我会让你相信的 白可转身就走 我也回到了片场 见到木子嫣 正在认真的对台词 看上去 他就像是没有发生过 昨天的事情一样 甚至是我走过去的时候 他还冲我笑了笑 可是拍完下一场戏 他眼眶通红 感情流露 将一场被侮辱的戏 演绎得绘声绘色 所有人都看哭了 导演 一直赞不绝口 说这才是好演员 只有我知道 这恐怕是勾起了 他不好的回忆 我想安慰他 而他却说要专注工作 没给我交谈的机会 中午休息 别人都走光了 只剩下我和他了 他才当着我的面 哭了出来 他难过时 直接扑进我怀里 阿星 你现在是不是嫌弃我了 毕竟我被那样对待了 你肯定不喜欢我了 是不是 我 我 我心疼他 可是心里面 也有点不舒服 毕竟穆紫嫣 是为了帮我 才被强迫的 紫嫣 我会一直喜欢你 可你不是说 我们只是假装情侣吗 还是说 你愿意跟我真正在一起了 我带着西纪问 穆紫嫣抬起头 看着我含羞点点头 傻子 我说假装是在保护你 其实我早就喜欢你了 从这天开始 我和穆紫嫣 算是正是在一起了 甚至是在片场中 我们都会肆无忌惮地 手牵手 网上多了很多 我跟穆紫嫣的路透 我们这部剧的热度 没有上映 就大爆了一次 导演对我们非常满意 在后续的拍摄中 不仅我的表现稳定 而且穆紫嫣的演技 也有提升了 这天晚上收工 穆紫嫣说他经纪人出差了 想让我去他家 帮他对台词 我知道 我们终于要迈出那一步了 激动 紧张 兴奋 我怀着这样的情绪 给我经纪人打了电话 说要去同时家住 一直以来 我经纪人都是很放心我的 所以也没多问 到了紫嫣家 他对我娇羞一笑 便先去洗澡了 我坐在他的床上 有些忐忑 又很期待 尤其是听到浴室的水声 就更难自控了 可这时候 我手机去试响了 拿起来一看 是白客打来的 怎么了 我问 白客用很小的声音说 你能来找我吗 我有急事 没时间我立刻挂断电话 因为我不想被紫嫣误会 而且 我还直接关机了 没多久 木子嫣洗好澡了 他穿着淡蓝色的丝绸睡衣 很贴身 去现优美 让我心跳加速 你 你也去洗个澡吧 木子嫣红着脸对我说 我点头 立刻进了浴室 胡乱冲洗几分钟 便迫不及待地去找木子嫣了 那天晚上 我几乎没睡 简直是上了天堂 回到片场 我发现白客没来拍戏 忽然想起他昨晚给我打电话 便趁着休息时间 将手机开机 有白客五六个未接来电 再无其他 我将通话记录删除 可想了想后 还是给他发了微信 你昨晚找我什么事 过了好一会 他才给我回了一条 现在没事了 我也没过多理会 删除了聊天记录 回去认真拍戏 休息时便与木子嫣甜蜜 午饭时 我们就去休息室做会 我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 享受着恋爱的甜蜜 但是白客 似乎已经很多天没来片场了 不过他经常会缺席 导演也急了 想让他赶紧来 把该拍的戏份拍完 等他杀青了 也就没人管他了 有一次视镜心细 我表现依旧稳定 而木子嫣却惨遭淘汰 我安慰他 是不是因为谈恋爱受到影响了 他摇头说 每个人都是有上限的 他说他的演技天赋不如我 这已经是极限了 那天晚上我们没回酒店 一起去了高级会所 在我们都筋疲力尽后 他才哭着说 阿星以你的演技 肯定能拿最佳新人奖了 可我却没希望 到时候你大红大紫 你不会甩了我吧 我连忙说 不会 如果我也能拿最佳新人奖就好了 木子嫣哭着哭着 忽然说 阿星 如果你把最佳新人奖的提名让给我 那我们不是就能一起红了 这 子嫣 我倒是没问题 但我经纪人肯定不同意 你给我点时间 我做做他的工作吧 我有些歉意 其实也有点为难 不是对自己没信心 而是意外总是很多 虽说只是提名 又不是一定能拿得到 但是如果我能拿到 我放弃了 那我多年的努力 岂不是白费了 可如果是让出提名 我就会觉得好不甘心 我感觉自己是个恋爱脑 认为自己愿意为木子嫣付出一切 可是当我回到酒店 却只是短暂的犹豫 便选择不跟我经纪人 说放弃提名的事情 而且我还决定 要用我经纪人不同意为借口 拒绝木子嫣 回到片场 我和木子嫣说了 我经纪人不同意 但我承诺 一定会帮木子嫣提高演技 让她冲击一下最佳新人奖 不然 还有下一届吗 木子嫣笑着答应我 并且说愿意为我努力 可是我却能从她眼底 看出她的失望 但我也不想牺牲自己成全她 而且我也很奇怪 因为以我的性格 应该是愿意为喜欢的人牺牲的 可我为什么做不到呢 这天晚上 木子嫣又陪李肖飞做直播去了 对我冷淡了一些 我快要到酒店的时候 手机响了 是白可打来的 沈星 你能来找我吗 白可还是用很小的声音说 我愣了一下 随后说 你在哪 我在家 我给你地址白可说完 便将电话挂断了 然后 她给我发了地址 我这才知道 原来白可家 运不远了 开车过去 也就十分钟 我到了楼下 正准备按门铃的时候 白可探出了身子 她面色苍白 而且神色慌张 冲我招招手 小声说 快进来 我连忙走了进去 低声问 干什么神神秘秘的 白可关上门 然后反锁 她忽然就很严肃地看着我 然后说 沈星 我真的不知道该找谁帮忙了 所以才找上你 但我不强求 你可以帮我 也可以报警抓我 报警 我傻眼了 而且 我闻到了一股刺鼻的味道 仔细闻的话 还有一股酒精的味道 以及被酒精味道压下去的腐臭味 白可点点头 然后指着客厅说 知道我为什么怀孕吗 我妈是我的经纪人 但是她也是个资深赌徒 她在输光了我赚到的所有钱之后 还欠下了天价赌债 于是她就把我卖给了某个导演 她给我下了药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 后来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我连对方是谁都不知道妈的 我一个公众人物 已经忍不住要报粗口了 等等 白可现在说这些做什么 难道这刺鼻的味道 这腐臭味 白可擦了擦眼泪说 我妈在卧室 已经死了几天了 那天我给你打电话 就是想你帮帮我 对不起 那天我不知道你 我有些愧疚 看到她破碎的样子就心疼 帮她好像成为了一种本能 你会帮我吗 白可问 我几乎没犹豫就点头了 然后问 你想我怎么帮你 处理尸体 我不想因为杀了这种畜生 而毁了自己 可我也知道 如果你帮我处理尸体 你也会被我拉下水 我也很纠结白可咬着唇 忽然将我向外推 算了 你还是走吧 你 你是怎么杀死你妈的 我没走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想留下来帮她 其实让出最佳新人讲提名 与帮别人毁是灭迹比起来 让出提名简直不值一提 可是面对木子烟时 我拒绝了让出提名 而当白可提出 让我帮她毁尸灭迹时 我竟然没犹豫 这是为什么 我把我妈的安眠药 磨成了粉 泡在水里 剂量过大 她就死了 白可说 要是你买的吗 是 我妈很懒 家里所有东西 都是我买的 我沉色片刻 然后说 直接报警吧 你就跟警察说 她是因为天价赌债还不了 选择了自杀 然后你也是今天回家 才知道我这么说 警察就能信 白可问 我想了想说 你伪造一封遗书吧 然后我再给你作证 到时候就跟警察说 你因为你妈的迫害 实在不堪折磨 天天来我家过夜 最终 白可被我说服了 我叮嘱她 一定要把自己说的惨一点 引起他们的同情心 我们报了警 而且为了保险起见 我是先报了警 然后又跟我经纪人联系的 反正就是 如果我经纪人 不帮我们圆谎 那么我可能就危险了 在被我经纪人 一顿抽骂后 她终于同意了 后来警察过来调查 除了查出 除了大量安眠药之外 也没查出 其他有用的东西 而且有一书 以及我和我经纪人的作证 这事情算是过去了 只是当我再回到片场的时候 却是发现 慕子嫣对我 已经没有好脸色了 每天都给我带的咖啡没了 也不和我说话了 而且李肖飞 每长戏都会来找她聊天 他们也会非常亲密 剧组的工作人员 都说我被虑了 我以为我会很难过 可我却发现 我一点都不难过 简单发了一个微博 宣布我们俩结束了 然后我迈向了新的生活 决定给自己找点事做 看着拍摄精度表 还有25天的拍摄 我又看了看化妆间里 补妆的白可 然后我就跟导演说 要帮白可对台词 白可和经纪人都反对 但反对无效 我把白可拉去片场后化妆间 坐在场椅上对她说 如果你不让我帮你 我就去自首十二 你有病吧 白可翻白眼 随后从口袋拿出电子烟 我把电子烟抢走 然后说 白可 让你人生如烂泥的人已经死了 你没必要继续沉沦下去了 白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嘀咕道 帮就帮 你认我电子烟干什么 挺贵的 不准抽我就抽 那我自首去 你真他妈有病 白可翻白眼 回到片场 我和白可开始对戏了 而这些天 对我爱搭不理的木子烟 频频看向我们这边 可我都没理会 她忽然给我发了微信 阿星 微博怎么回事 你不要我了吗 看到这条微信 我忽然想笑 是她先不理我的 而且跟李消飞那么亲密 现在来质问我 怎么有点绿茶呢 我想了想 给她发了一张照片 是狗仔拍的 她和李消飞亲密的照片 阿星 不是你想的那样 这是合成的木子烟立刻解释 可是我却根本没理会 直接将她拉入了黑名单 是不是合成的 难道我看不出来 收工后 我把白可带去了我的酒店 躲过一路的摄像头 才勉强到她家中 我给白可对台词 我以为她的演技会很差 结果发现 她虽然以前是一个歌手 可却完全能驾驭角色 白可说 这算什么 在这样的家庭生存 不掌握精湛的演技 早就饿死了 总之我给白可对台词 是非常轻松的 甚至可以说 她是完全能自己揣摩的 但她散漫惯了 只要我不盯着 她就会走神 所以 我特意把家里的剧本 带来了公寓 原本一切都很好 可忽然有一天 白可吃过中午饭 就没回片场 我给她打电话 她关机 发微信也不回 出事了吗 我去报警了 警察认为白可才失去母亲 可能会有轻生的危险 所以立刻派人去找 但却没找到 戏拍完了 我却再也没见过白可 经纪人给我发来 下一部戏的剧本 而我却打开 看的心思都没有 以前和木子烟谈恋爱时 我能够做到工作是工作 恋爱是恋爱的 但是白可忽然失踪了 我却无心工作了 我想我在某一刻 已经喜欢上白可了 哪怕她曾经活得 像是一滩烂泥 可我就是喜欢她了 这天经纪人 正在跟我讲戏 手机忽然响了 她接起电话没多久 神情慌张起来 什么 人在医院 有没有生命危险 好 我立刻去 不知道为什么 我感觉跟白可有关 于是我冲了过去问 姐 是白可吗 经纪人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说 你跟我走吧 在医院 可千万别出事啊 可是她好端端的 为什么进医院了 我赶忙开车去了医院 我在病房内 看到了手脚都缠着绷带的白可 你怎么又把自己搞成这样 白可 你已经答应我了 不会再像一滩烂泥了 我冲着她吼了出来 眼泪也游出来了 白可还有点生气 瞪了我一眼 随后却笑了 但就是不跟我说话 我如何问 她也不说 就在我们焦急万分时 警察来了 我这才知道 白可的伤 是那个大豪留下的 而白可正当防卫 也将大豪打成了重伤 好像一个眼睛瞎了 警察在调查大豪住处时 发现了手机里保存的视频 视频中 是慕子烟和李萧飞 还有大豪三个人 在咖啡厅聊天的画面 慕子烟靠在一背上说 大豪哥 钱可以给你 照片也可以给你 只要你帮我这个忙 就行 大豪搓了搓手 笑咪咪的说 先打那个沈欣一顿 然后假装强迫你 在第二天 截住白可在片场门口聊天 让沈欣看到 对吧 慕子烟点头说 对 然后我会主动和沈欣表白 我又是因为他才被强迫的 他肯定会愧疚 再加上他本来就喜欢我 到时候我跟他睡几觉 最佳新人奖提名 肯定能要来 李萧飞有些不爽的说 紫烟 你拿到最佳新人奖提名 不会甩了我吧 你放心吧 我和你从小一起长大的 第一次我都给了你 你还怕什么 慕子烟说 看完了视频 我恍然大悟 原来从头到尾 就是慕子烟在算计我 而我还打了白可一巴掌 而且白可也查出来了 那的叫紫定能红 就是慕子烟的小号 他笑咪咪的看着我 似乎在说 他真的向我证明了 他做到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 显然已经水落石出了 起初慕子烟就是想毁了白可 原因也很抽象 因为白可比他漂亮 这部剧上映之后 一定会抢了他所有的流量 所以他提前带了燕窝 让我给白可 就是想羞辱一下他 而且我也太知道 为什么我不想为慕子烟牺牲了 因为我对他没有喜欢 只有欲望 慕子烟 李萧飞和大豪 以及大豪的一些同伙 都被抓了 而且这件事情 慕子烟的经纪人 竟然也参与其中 他并不知道 慕子烟真的陪我睡了 他只知道 慕子烟利用假装 被大豪强迫而让我愧疚 从而让出 最佳新人奖提名这个计划 这个比较难量行 但是涉及到娱乐圈 他们几个估计会被永远封杀 走到哪儿被骂到哪儿 不久 白可出院了 这段时间里 我每天都在医院陪他 我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经历过这次事情后 他也更专注演戏了 没事就研究演技 有时候把我忽悠的 一愣一愣的 他说咬咬牙 争取跟我演同一部戏 省得我傻乎乎的被欺负 而我也问了白可真相 事实上并不是大豪主动出手 而是他在大豪长去的酒吧 蹲了几天 终于逮住机会反击了 酒吧没监控 大豪又有前科 他的话没人信的 白可很聪明 他早就看出来 慕子烟对我动机不纯 又把大豪的事情联系在一起 便有了推测 所以 他冒险去反击大豪了 他一个女艺人 竟然反击一个身高近两米的狗仔 留下了一身的伤痕 我拿什么还 只能拿我的一生来还了吧 终于迎来了颁奖典礼 我本以为我只是最佳新人奖提名 但没想到我真的拿到了 年度最佳新人奖 因为没有心理压力 所以我表现得很自然 最先走完红毯 这个时候 一段悠扬的歌声传来 一位女子头戴面具 在闭幕式上演唱了动听的歌曲 那是一首情歌 叫做为了你 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 这首歌是我给白可写的 也是我送给她的礼物 白可的演绎也没有让我失望 情歌感人之深 让无数观众落泪 在白可摘下面具的时候 所有人惊呆了 原来她人也好美 在我的策划之下 白可也终于拜托了花瓶的称号 这时 我缓缓入场 向她单膝下跪 这辈子除了你 我谁也不要 白可 你愿意以结婚为前提 做我的女朋友吗 沈欣你 白可难得脸红 有点不知所措 台下齐声喊着答应她 我的心脏感觉就要跳出来了 直到白可终于大声喊道 我愿意 颁奖典礼后 我与白可的人气水涨船高 粉丝上涨速度非常快 我们一起接星系 剩余时间写歌 一年后 我和白可的新歌 都登上了各大音乐榜单 最有名的一首就叫做 深陷泥沼 星象光明 唱的就是我们俩的故事 全文完